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大家準備好要來讚美誰了嗎 準備好 拿出我們的熱情 拿出我們的自由 一起來讚美 溫柔是你 我的眼光 東西或內心的芒芒 使我從來 生命盼望 不願為你勇敢奔向 舉你盼望長卻 你揚聲笑我長寫 讓全世界都揚聲讚美 你還點燃我心中的力量 陪伴我度過每一次的夢浪 與你同行是我最大的江山 讓我們來跳舞來歌唱 一起揮手 距離我再懸釋 現在 shells 鬼仗 我的眼光 使我點身 祝你穿著眼光 願每個人 愛你形象 孤獨失望 放在 KY 偏向靈安揚 长輪 与你两身向我掌心 让全世界都养生 咱们准备好了吗 跳起来 你爱你让我心中的力量 每当我度过每一次的鸿马 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劝 让我们来跳舞再更长 你爱你让我心中的力量 你的喜乐使我能抬头仰望 看每个人绽放深深的荣光 让我们来跳舞再远赏 好不好 这里两边的说 那我们就更热情的来敬拜 我们更热情来敬拜 我们等一下一起做动作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哦 哦 让我们来跳舞再更长 你爱你让我心中的力量 陪伴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望 与你同行 是我最大的奖声 让我们来跳舞 来歌唱 你爱你 但我心中的力量 你的喜乐是我 抬头仰望 让每个人 绽放出身的荣光 让我们来跳舞 来歌唱 一起哦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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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跳舞 来歌唱 最后一遍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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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大的掌聲獻給我們的神 主持人 我們說妳的盼望永遠掌權 而妳的救恩是我們得到新的生命 Amen 要畫出舊恩 教我們一朝生命 將個神祭給我們 帶我進入妳的依序 妳的一年 高過昨天 超越空間 妳的道路 高過我的道路 妳的恩典 讓我們破身的完全 妳的難免 無限 永遠掌權 主耶穌 我夢救贖 妳的喜樂 是我依然 請要祝我夢祝福 放下一天 請進幾個水 Come on 一起來 我們一起來宣告妳的氣息 妳的話語 是我生命 妳的慈愛 使我掌領 妳的心臭酸 自己到無為妳指引 追求生命 覺得生命 是因為妳 抬頭仰望出舊恩 教我們一朝生命 將個神祭給我們 帶我進入妳的依序 妳的一年 高過昨天 超越空間 妳的道路 高過我的道路 妳的恩典 讓我們破身的完全 妳的命 無限 永遠掌權 主耶穌 我夢救贖 妳的喜樂 是我依然 請要祝我夢祝福 放下一切 緊緊跟隨 如果妳相信 夢救贖的話 給耶穌一個歡呼 妳的窒息 妳的謊語 是我生命 妳的心事 妳的慈愛 是我掌領 妳的心事 妳的慈愛 是我掌領 妳的心事 妳的心事 妳的希望 sah到rooms 妳的 personal 妳的心事 妳的聲音 是我掌領 妳的心事 妳的慈愛 是我掌領 請從 逐到路 為妳遺憾 如果妳懶命 妳的神 forums 妳的 personal 我寶寶 是我唸議 主耶穌 我夢救贖 妳的喜樂 是我依然 主耶穌 我夢救贖 妳的喜樂 是我念が 放下一切 轻轻跟随 主耶稣 我梦救赎 你的心脑是我明亮 奇妙主 我梦祝福 放下一切 轻轻跟随 人心所算自己的道路 我也要指引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 好不好今天晚上让我们放下自己 高举耶稣的名 主我们敬拜祢 我愿全心 荣耀耶稣 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 你的祝福 无法测度 靠你能力 我能胜过世界 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 如同手中阵泡 一切降伤都不能够 与你的恩典相比 宿宿基督 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架 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你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 是你我主 我愿全心 全心 荣耀耶稣 以你恩典 是我的心生命 是耶稣 是你的怜悲 今天晚上来触摸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软弱小雨 让我们从软弱当中得着自由 我愿全心 荣耀耶稣 我的主 荣耀祥 只愿更认识你 我愿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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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 荣耀祥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祢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祢我的源头 我们再唱耶稣基督来呼喊耶稣基督的名誉 耶稣祢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 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依靠 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祢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是祢我主 耶稣祝我们生先知道祢成我们生命当中的盼望 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祝今天让我们过去的来寻求祢 寻求祢的面 愿祢今天更生来触摸每一个人的心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属于祢我的源头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每个气息都是属于祢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耶稣 我的源头我的盼望 是祢我主 我情怀你我的处 我要请求父 祂就会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 使祢跟你们永远在一起 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 世人不能接受祂 因为看不见祂 也不认识祂 你们却认识祂 因为祂跟你们住在一起 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 世人不能接受祂 因为看不见祂 也不认识祂 也不认识祂 但你们却认识祂 因为祂跟你们住在一起 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 好 朋友 有一点放眼祷高的时间 我们来欢迎圣灵 当耶稣升天的时候 赐下那个宝会是圣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你 降下勝利 做我保護 看顧我所需 你來拯救 病人 你來拯救 罪人 你來擁抱 傷痛的人 我一生的尋求 求你來充滿我 我放下全所有 陷伏在聖靈中 你的靈充滿我 我的心為你擁有 你大能改變我 你的靈更新我 我一生 我一生 我一生在聖靈中 我一生在聖靈中 我到你面前 向你祈求 恢復這世界 而你 降下勝利 做我保護 我一生在聖靈中 我祈求 你來拯救 恢復這世界 而你 降下全所有 你來拯救 病人 你來 扯救 你來 拯救 罪人 你來 拯救 罪人 你來 你來 拯救 罪人 你來 拯救 你來 我一生在聖靈中 你來 你來 拯救 你来充满我 我报价全所有 降伏在圣灵中 你的灵充满我 我的行为你有 你大的改变我 你的灵充满我 我一生 我一生 我一生在圣灵中 在圣灵中 你的灵充满我 我的行为你有 你的灵充满我 你的灵充满我 我的行为你有 你的灵充满我 他不缺席 圣灵来浇灌 圣灵来恢复 让我们再次绽放 美丽的花朵 一只枯萎的心底 天哪看儿 圣灵来 圣灵来恢复 将灵充满我 江灵灵火 它不吹醒 圣灵来降灵 圣灵来降唤 圣灵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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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次绽放 美丽的花朵 我一生的寻求 求祢来充满我 我放下全所有 降伏在圣灵中 祢的灵充满我 我的心为祢有 祢能改变我 祢的灵和亲我 我一生 我一生 我一生在圣灵中 我一生的需求 求祢来充满我 我放下全所有 降伏在圣灵中 祢的灵充满我 我的心为祢有 祢大能改变我 祢的灵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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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学檜充满愈我 有癢 呃 试课 有癢 试课 试课 bekommt 试课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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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dramatically 是给了耶 詞曲 李宗盛 我能看見主人耀長寫 從天降下來 我能看見主在呼喚我 吸引我豪盡進入永恆裡 我能看見主要爭現 從天降下來 四面環繞我 我能聽見主在呼喚我 吸引我靠近 吸引我靠近 進入永恆裡 我能看見主 榮耀長寫 從天降下來 四面環繞我 我能聽見主在呼喚我 吸引我靠近 進入永恆裡 主聖靈 進入我心 向我吹起 向我吹起 在你榮耀裡 在你榮耀裡 我一生 所有讚美 獻上給你 在你同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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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 所有讚美 獻上給你 在你同在裡 我能看見主 榮耀長寫 我能聽見主 榮耀長寫 我能聽見主 在呼喚我 寂入永恆裡 我能看見主 榮耀長寫 榮耀長寫 從天降下來 四面環繞我 我能聽見主 在呼喚我 我能聽見主 在呼喚我 在呼喚我 我能聽見主 我能聽見主 在呼喚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赞美 献上给你 在你头在里 出生的意义 进入我心 向我催起 向我学习 在你荣耀里 出生的意义 所有赞美 献上给你 在你头在里 我能看见主 荣耀展现 在你头在里 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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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所爱的儿女 是你所重视的儿女 主 也许来的时候 我们带着一些的忙碌 带着一些的困难前来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 在想要怎么样面对 要如何用我们的方法 来面对这些问题 可是圣灵 亲爱的圣灵 你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追击 进入我们的心中 是我们领受一个全新的身份 主 好像今天晚上 你也要来工作在我们当中的 一种人身上 好像在我上台前 你告诉我说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从以前你觉得 你是不容易听见神的声音的 或者你觉得 从以前你就觉得 神的声音往往带给你的 是更多的焦虑更多的重担 今天晚上我要奉耶稣的名 要拆毁这一切的谎言 你不再是那个好像 被称为听不见神声音的 你不再是那个被称为 好像跟神 与神同行的时候 会焦虑的 因为亲爱的圣灵 今天去住在你的里面 好像刚刚那段经文所说的 我们认识他 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 主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晚上 你的同在与我们连结 是如此的美好 听我们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感谢主派出给我们的神 非常好的敬拜 我们的敬拜团实在太棒了 非常美好 非常有恩高的敬拜 我最后之前跟你旁边的说 嘿 家人 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好不好跟他讲一下好吗 住在你的里面 Amen 感谢主 我们要来收今天晚上的奉献 我们一起打出今天的经文好吗 不是这个 是 对 是这个 谢谢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这段经文 预备 请 他就扑倒在地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你知道只有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 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才能够完全的改变我们 有什么能够去改变一个热心 逼迫人的扫罗呢 你知道扫罗的名字 在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 就是渴望 他也果然人如其名 他的热心 他追求他的渴望 就是要逼迫基督徒 但是你知道 当他遇见了神 当神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一刻 当耶稣对他说了短短的 几句话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当耶稣对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 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你知道 当神对他说话的那一刻 他的生命就有了一个彻底的翻转 他的身份转变了 他的信念改变了 他的能力 行为和环境也就改变了 你知道最近我在看海龙挖冰 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是一种冰种 大家知道吗 好 OK 特种部队的一些训练影片 你知道那真的是一个 让人心惊胆跳的影片 冬天的时候他们要冲冷水 边战斗 然后打着赤膊训练 30秒钟长官会命令你 30秒钟 10个人要跳到一棵树上 然后不准下来 不准有人着地 然后7个人要用头 去顶150公斤的橡皮艇 然后长官说走的时候你就走 长官说跑的时候你就要跑 然后跑10公里 大概是从这里跑到士林夜市的距离 你知道很多人痛苦到那个脖子的肌肉 痛苦到抽搐 然后就是精神毁灭的状态 你知道在国庆的典礼上面 会有几个特种部队操演 而其中一个就是像这样的特种部队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 我有一个感叹 过去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 非常爱的一个属灵的孩子 他过去非常认真的在牧养年轻人 甚至到一个地步 他自己打工 赚钱 好让他所牧养的年轻人 可以去参加营会和特会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他自己打工赚了钱之后 我也让人可以去报特会 你知道 我们在过去的教会里面训练他 能够达到所有教会的 门徒的标准 我试着去 我试着去转变他的信念 我试着去增加他的能力 我试着去训练他的行为 甚至你知道 当他自己要去当兵的时候 他就选择了我刚刚所说的特种部队 他跟我说 威灵哥 我只要参加完这种严格的军队回来 我一定会变成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 我会变成一个新人 你知道 那真的在过程中是这样的 当他参加整个训练过程的时候 真的是容光焕发 好像他的环境改变了 他的行为改变了 他的能力增强了 而我也觉得 哇 我很感谢主 我觉得 我好像不用再担心这个孩子的人生 我觉得 这么严酷的训练 他都经过了 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孩子他从小 在一个父亲很深的放弃的底下 当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非常非常容易放弃自己 他试着靠自己 做了很多的努力 可是他看待自己的身份 就是一个好像低贱没有人爱的 他不太知道什么是一个被疼爱的儿子的身份 所以你知道 他的身份很容易让他的信念被击溃 所以你知道当他退伍之后 他带着满腔的热血 信心进到职场的时候 很快的他面对到了很多的否定 人际的冲突 业绩的表现 就击溃了他 他很快的回到了过去 他退缩的自己 你知道 我现在常常在想 如果我早一点 接触到自由施工 就好了 我就会从过去 要求他达到某一些行为的模式 给他某一些标准的模式 完全的转变过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遇过像这样子的属灵的孩子吗 你有遇过像这样的同工 或者会友 或者我说的这个人 就是你自己吗 有些时候 试着用达到标准 好像我们为神而活 去证明自己的身份 可是你发现很多时候很脆弱 一点点的震动 就让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而你知道 这些人有时候让我们失望 这些人有时候从我们的团队消失 这些人使我们不解 你知道Aisha for Jesus 致力于建造一个 让人可以亲自遇见良善天赋 好像扫罗遇到了神一样 变成保罗 Aisha for Jesus 要致力于打造一个 好像健康的神的家 让人可以遇见神 让神可以亲自的对他们说话 而好像自用施工所说的 从身份开始到信念到能力到行为 完全的翻转 好不好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你知道在自由特会里面 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神亲自对你说话 说不好今天这个时候 你也来问圣灵好吗 说圣灵 我应该要透过奉献来 加入这样的事工吗 我应该要透过奉献来 一起支持这样子 让人与神相遇的 一个团队吗 我们就有点时间 来询问圣灵 哈利路亚 主持人谢谢你 谢谢你是如此的愿意对我们说话 谢谢你从来没有改变过 谢谢你当我们好像每一次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 那个让我们安息的声音 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不再好像只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想要去改变我们的行为和环境 主我知道你今天也在对我们当中 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 主感谢你 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所以我们会有招待手中有黄色的奉献带 如果你的奉献是需要年度的奉献收据 或者你想要使用信用卡奉献 或者你想要定期的奉献加入Asia自由的 来祝福Asia事工的 你可以举手 然后可以来拿这个黄色的奉献带 或者是你可以透过我们的官网的奉献的选项 一样可以做单笔的奉献 或加入Asia自由 然后我们也提供就是可以给那些 看影片的弟兄姐妹使用 所以我们开始奉献 你知道当我接触到了自由特会的时候 我发现到很多时候 以前我所过去牧养的模式的里面 有一些弟兄姐妹是 你不断的跟他讲一些话 好像他不会有所改变 可是当你邀请他去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 他的生命有了彻底的翻转 过去的时候 当我遇到一个姐妹 好像她在感情里面挣扎 她在一段感情一段感情挣扎 她甚至去参加了諮商辅导 她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她说她的人生没有办法改变 可是你知道 当我只是邀请她 简单的去聆听神的声音 她在我面前痛哭 然后跟我说 文英哥你知道吗 你无法相信这十分钟对我来说 有多大的帮助 所以我相信 当我们一起来建造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也一起来看 我们今天的影片 是2019年Asia的意向与回顾的影片 Asia for Jesus 至2007年开始 从敬拜赞美 建造教会 青年运动 媒体转化 门训列国等方面 渴望带下国度性的转化 深信复兴的浪潮 将会席卷全亚洲 神信实的带领 让我们不断的在各个层面有所突破 在这十年的旅程中 我们透过特会及装备课程 培育了许多牧者与弟兄姐妹 与众教会一同更深进入超自然 神迹奇事的领域 看见许多教会蜕变 并领受新鲜的恩高与能力 成为健康并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 带下祝福与转化 我们举办了大型的天国文化特会 透过牧者讲圆门的分享 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界 借着靠近父神的心 我们领受蜀天的启示与恩高 而今年各样的主题特会与研习会 更是直接的在各个领域 提升祝福了众教会与弟兄姐妹 规划并实行多年的天国文化装备课程 从不同的面向切入 而最新开发完成的 不同凡响的自由课程 更是将属灵视野全面提升 突破世俗与宗教的限制 进入神国的真实与同在 除了课程与特会之外 Age of Jesus也不断引进 翻译发行特会讲员的书籍 一本本承载着转化恩高 与天国信息的实体书和有声书 不间断地喂养 浇灌这个世代 使弟兄姐妹在特会之余 更能够细细品尝信息当中的奥妙与真理 敬拜赞美更是我们的核心意象 借着活泼 丰富 充满神同在的敬拜赞美 能够吸引人心向神敞开 改变人们对教会的刻板印象 并且预备与神相遇的最佳时刻 约书雅乐团领受了本土创作的意象 创作出属于台湾的敬拜赞美 向列国宣告与发声 使全地都听见台湾对神的呼喊与爱戴 吸引神的同在更大更荣耀的领导台湾 在暑期为了与众教会一同赢得下一代 我们构筑了一个大型的资源共享平台 也就是专为年轻人所举办的才艺品格营 与青年觉醒特会 在这不间断的推动与革新当中 我们看见许多年轻人的生命被翻转与更新 被赋予更大的能力来成为未来的盼望 而所有我们举办的特会与课程 这些丰富的属灵资源 如今也透过全新上线的Asia TV 跨越时空与距离的限制 无远佛界地在云端平台上展示 提供弟兄姐妹浏览、观看 内容包含有特会的影音、天国文化的信息 装备课程的教材、自制节目等 我们相信借着网路媒体的效力 将会使得神国的真实 更直接地临到教会 与每一位信徒身上 我们相信一个运动终将停止 唯有文化能带下真实、长远的改变 Asia for Jesus渴望透过各样事工的推动 使神国的教会与弟兄姐妹在灵命、财务、婚姻、家庭、工作等各个层面 都能拥有如耶稣般属天的生活模式 释放神国的大能、接待神的同在 从而使天国文化在全地实现 深刻并持续地转化与门讯列国 邀请您一同加入Asia for Jesus的行列 一起领受台湾的命定 同心宣告亚洲是属于耶稣的 Hallelujah 将一切荣耀会给他 My goodness, we have had a fun day up here, haven't we? 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时光,对不对? So how many of you guys were with us all day today? 今天从早上到晚上跟都在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 And then how many of you guys are just here for the night? 有多少人是晚上才来的呢? 举手一下 All right, well welcome to you guys who are just now joining us 欢迎我们现在才加入的这些的朋友们 We've really spent the day learning about learn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我们今天一整天其实就是学习关于学习,思想关于思想 And really thinking about the idea that the way that we learn affects how we learn 那就是在想说我们其实学习的方式决定我们学什么 And that there's ways that we learn in order to pass a test or write a paper And that there's ways that we learn in order to pass a test or write a paper And that there's ways that we learn in order to get better at our job or to perform better at maybe a sport 那有些学习的方式是帮助我们在工作上面更上手 或者是在一些的运动方面更打得更好 But when it comes to learning the kind of truth that sets us free Tha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kind of learning 可是当我们要学习一些真理可以使我们生命得到自由的真理 那样的一个学习方式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了 And so we've spent the day taking a tour of our brain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我们的大脑的结构 And in fact tonight we'll take another look at our brain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我们的大脑 That sometimes the way that we learn things might stand in the way of our own personal growth 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学习的方式反而会拦阻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 And yet there are other ways that we learn that we can't stay the same 那有另外一些学习的方式会让我们的生命永远不再一样 这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不同反响的自由式人生 那名字太难记了 Did we get it? Yes, we did Yeah, I'm not...Yeah, okay,好 Me and you are on the same page Yes, we're on the same page Yes And so the idea of that book is to help us 那那本书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想思想 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思想它 And perhaps even more importantly to learn about learning in a new way 那另外也是用一个不一样的思想 不一样的方式来学习学习 So we talked about why learning differently matter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学习有不同的方式 As I said, we talked about the brain 然后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 我们今天也讲到我们的大脑 We took some time to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l and the spirit And why learning in the spirit is crucial to becoming who we're created to be 在最后今天上午结束前 我们也分享关于在灵里面的学习跟魂里面的学习的一个差异 为什么在灵里面的学习 其实是真正让我们进入到自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所以明天还有很多很兴奋的事情要来谈 如果看起来没有那么兴奋 如果看起来没有那么兴奋 是因为其实时差还是很严重 但是今天晚上我可以讲一个我很喜欢谈的一个主题 为什么我会有最新的这一本书 关于一个教育 关于学校 关于这样一个教导的方式 因为其实你要知道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教书的一个老师 你要知道耶稣常常在他教导过程当中面对到的一个回应 就是人们感觉到很困惑的那种表情 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一个好学的人 一个学习很会学习的人 他一定是把他的笔记写得密密麻麻的 然后可以把那个笔记重复讲给另外一个人听 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可以觉得耶稣他对学习 可能跟我们学习的看法很不一样 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最伟大的老师 要传讲一个全世界最关键的一个信息 或者是一个真理 其实他主要花的时间是做两件事 第一就是他打断人原本思维的模式 有一次他的门头门跑来跟他说 有一群这些希腊人他们来敲门想要跟你谈话 然后耶稣就说 然后耶稣就说 伊利麦子如果不落在地上死去 就不会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我很喜欢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就在想象耶稣的门头门一门说 OK 你到底要不要跟这些希腊人讲话 我在问你 那个麦子我懂我稍微懂 但是人家要跟你谈话 所以耶稣是不断地在挑战 或者是打断人思维的模式跟逻辑 然后呢挑战他们的思想 可是第二个他常常做的就是讲故事 那讲故事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魅力 可以让它成为改变人生的一个关键 所以今天我们要花艺的时间 能够把这个奥秘能够来解构 让我们能够看见到耶稣他的教导的秘诀 其实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互动 是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里 耶稣他讲完关于这个撒种的比喻 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又是一个人出去到外面撒种 总之就撒在四个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这四种不同的地方 种子撒在的地方 那这个种子撒下去在不同的地方呢 会有四种不同的反应 然后接下来就是最有趣的事 已经讲完他要讲的比喻了 然后圣经上就描述他的门徒们就进前来 第十节门徒们进前来就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 那我没有办法证明 证明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论述 但是我其实觉得应该是这样发生的 我不觉得我接下来这个说法 我不觉得他们在问这个问题 是要知道耶稣教导的策略方法 我觉得他们的认知是在说 耶稣其实你在做弥赛亚这件事上 需要我们帮帮你啊 他们真的在想的是 耶稣你的教导使人困惑 让我们帮帮你好不好 我大概想象他们的互动应该是这样 耶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比喻讲 因为你讲完之后人们感觉更困惑啊 这是为什么你看耶稣的回答是这么这么独特的 要讲到耶稣给门徒们的答案的话 我要先用白话文的方式来解释 然后呢我们会再换档 然后来学习到底我们有几种学习的方式 然后最后我会给大家最真正的答案 然后我们再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记得门徒们来问的问题是 耶稣你干嘛每次都要用比喻一讲完 你们感觉到更困惑啊 那我的一个白话文的反应是这样 耶稣的反应是 我教的为什么用比喻教呢 是我不要你们学会我所要教的内容 现在他已经讲了故事 而且打断了他们的思维模式了 他们要帮耶稣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 他说我这样的教法是要让你们 不会学到我要教你们的东西 我就想象耶稣转向父神说你看 你看他们接下来会的反应 因为我们的认知会告诉我们一个好的老师 会要他的学生学会他要教的内容 不是吗 但是耶稣是比这样的一个老师还更高层次 他要他们学习的是一个全新学习的方式 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这里我要来讲我自己的故事了 我因为迅光牧师的缘故 我可能讲的这个故事大家有一点熟悉 在第一本书《不同凡响的自由式人生》里面 我讲到一个空中飞人的故事 那我就是用其实是在跟随耶稣角中 就是很会讲比喻讲故事的耶稣的角中 那这个空中飞人的比喻故事听起来是这样 我要先将告诉你这个故事我不会讲完 所以如果你要这个故事讲完的话 就要请熟光牧师来讲 要不然就可以去外面买书 这是我自己家的 但是我会带你进到这个故事到一个程度 一个程度是你可以明白这个故事 然后我就会讲说这些比喻怎么样影响你的大脑 故事是这样子的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这些空中的飞人 他们会到城市不同的地方去表演 空中飞人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表演非常非常厉害到一个境界 是人们常觉得他们有超能力 甚至在看他们的表演的时候 人家都会觉得他们不受地心引力的限制 甚至他们的技巧独特到一个地步 人们会觉得他们已经克服了地心引力 他们去到很多的城市 但是人们都会非常诧异他们能够表演的那种技巧 在这群空中飞人中间 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良性的竞争 比较看谁可以挑战更大的极限 就在我的故事版本里面 这个最伟大的男生的空中飞人 就爱上了这个最伟大的女的空中飞人 所以两个最厉害的项链了 他们两个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呢就结了婚 结婚之后呢有一天太太怀孕了 因为爸爸跟妈妈都是非常厉害顶尖的空中飞人 然后也是他们其他的空中飞人们很爱的这个很尊敬的 当他怀孕的时候呢所有整个空中飞人这个马戏团 他们都在想象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当他怀孕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个孩子的期待也越来越加深 所以整个他们的这个团队都很期待这个孩子出生那一天来到 他们所有的人都围绕在他的周围在那边期待看着他的美丽 同时间也在想象他未来会成为一个多伟大的一个空中飞人 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也让接下来所发生的悲剧是更加的惨痛 你说什么样的悲剧呢 你可以问啊 没关系 什么样的惨痛的悲剧后来发生啊 就在他出生完之后的一个月有一天这个孩子走失了 在半夜马车经过的时候呢 因为他那个马车走过一个石头就稍微震动了一下 那个孩子就从马车上面摔下来之后 不在哪里摔下来的甚至他们早上起来都不知道 找不到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母亲的心碎了 父亲也很深的被打击 你可以想象过去的充满了期待跟盼望的心现在就 你可以想象那种阴影笼罩在整个团队中间 我要稍微停下来一下 还好吗 有跟上故事吗 我只讲到这里哦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话 你就要跟迅光牧师讲 请他个人讲给你听 或者是你可以去书房买书 这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之前做的事 我第一次做的事 我告诉书房买书 刚才在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多少人里面有一些的感触 有感觉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你可以感觉到你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在挑动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的东西在搅动 有没有这样的人 请举手一下 当我讲到他们这些空中飞人好像有一个能力 好像超自然的能力一样 我们当时有多少人会里面说 我也想要 当我讲到他们当中所感受到那种盼望 有多少人有感受过这种盼望在你心里面过 第一个我要告诉你关于比喻是这样子 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分享这个故事 然后我就在主日崇拜当中来分享的时候 有一位男士他大概坐在第三排穿着西装 我就从头把这个故事讲到尾 所以他听到所有的细节是你们没有办法听到的 可是就在讲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我看见到泪水开始流下来 然后讲到最后这个讲完的时候呢 他是都在哭 然后呢他走向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指着他自己的泪 他说这是什么东西 他不明白当下所发生的事情 他知道泪是什么 眼泪是什么 他就不知道这个泪水是从哪里开始流出来的 他只知道他听完一个故事之后 发现他最后在哭 你要知道当我们开始讲故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说 我的头脑知道可是我的心却不知道 我知道这些的资讯我知道这些的事实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弄到我的心里面 但是对这个男士来讲他是刚好相反 他的心已经被已经有事发生了 可是他的大脑他的头脑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透过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心思一年在学习 你要知道你的潜意识的思想也在学习 你的心也在学习 有的时候当你的心学习了可是你的大脑还没有学习到 他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改变了可是你却不知道 如果你要选择的话 选择什么呢 一个是我在这里有可是这里却没有 或者是我的心里面已经得着了可是我的头脑还不明白 你会选哪一个 那耶稣他在他的教导当中他就直接做了这个选择 选择什么就是即便我要他我宁可要他的心明白 我却我不在乎他头脑明不明白 即便他的头脑不明白我都要他的心明白 然后当我们继续来谈这些故事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很深的进到他 进到人的心里面 在他在进到人的头脑里面之前进到人的心里面 但是你也要知道耶稣他的教导的目标跟他的目的 是跟当时很多的教师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他说我用比喻的方式 就是你们不会学到我所要教导的 他不要他的学生在头脑里面的知道 他要他的学生在心里里面的知道 让我再告诉你一个故事关于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在想关于思想我们在学习关于学习 所以我们讲故事关于故事 那今天上午我们在从灵里面的学习 或者是魂里面的学习的这堂课里面呢 我们谈到有一次我跟一个讲俄语的 一百位讲俄语的犹太人 在这些正经历和外人在分享 那下午的时候我讲到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束 可是现在我要谈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 我之前有提到过这也是我第一次透过一个翻译在讲道 那在这个聚会当中呢 Oga他也是会讲俄语的一个翻译 然后有一百位他的朋友们 讲俄语的朋友们在聆听 他用俄语来讲述我的故事 我就问神说 如果我有一个机会 可以跟这些人讲关于自由 那我应该做什么 然后神就跟我说 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空中飞人的故事 所以我就照着做 我就站在台上 Oga就站在训证牧师所站的位置 我就开始讲这一群空中飞人 他们周游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国家来表演 这个小的空中飞人 他走丢或者是走不见 其实跟人堕落 其实是有关联的 所以意思是说 这个空中飞人的故事 也是你跟我的故事 Oga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我就开始讲这个故事 这个孩子出生 所有人都非常的兴奋 充满了期待感 然后后来怎么样 从马车上摔下来之后 他就走丢了 那你还没有听到故事的那个部分 就是他后来在路边被人家捡到了 不是他的生父生母 那是一对农夫的夫妻 把他找到之后 就把他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来养育他 那就是在这个讲故事的过程当中 突然这个翻译 Oga明白这个故事在讲的是什么 我很记得当下的那一个时刻 那通常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会说那个农夫的丈夫 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一个人 那他的妻子 那个农夫的妻子 是一个非常紧张 非常恐惧的一个人 那你知道翻译通常是这样的 我讲一句话 然后翻译会讲一句话 然后我会再讲另外一句话 翻译再讲另外一句话 大概就是这个奴隙 我们就在以色列的海法城市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服事 然后我会讲一段 然后Oga讲一段 然后我就说这个孩子后来走丢了 然后他就翻译走丢了 然后后来有人找到这个孩子 然后他就翻译有人找到这个孩子 然后当我说这个农夫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刚硬 而且常常容易愤怒的一个人 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胆怯 非常紧张的一个人 然后Oga在刹那间 她就整个人僵住了 她没有讲 然后她反而做了一个动作 然后她就开始哭泣啊 她没有停下来 她越来越大的放声来哭 你可以想像训证牧师停止翻译 然后突然在这边 错气在那边哭 你一定会想到底她做了什么 她对训证牧师做了什么事 我就站在Oga的一百位朋友面前 Oga就没有办法停止 在那边出了气 在那边哭泣 我就这样挥挥手 他们知道当下有些事发生在她身上 让我给你解释一下 当下什么事发生在她里面 明天会在有一堂课当中 我们会比较细地来谈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都有一个图像 到底什么是真实的 那个图像不一定是最正确 或者是最精准的 但是当我讲一个字句的时候 你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图像 是符合吻合这个字句的 所以我当时讲父亲 我们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 父亲的形象就浮现出来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同样的经历 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跟父亲的互动 都是独特 都是不一样的 当我讲母亲 你里面都会有一个母亲的形象出现 当我们讲故事的时候 其实故事里面会有一些的图像 会跟你心中里面的一些图像吻合 故事里面会有一些的图表 会有一些的呈现 其实跟你心里面的那些的图像 其实是连结起来的 那为什么这个故事 才讲前面的部分 就开始搅动我们当中 一些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图像 其实跟你心中里面 你内心里面的那个图像 是连结可以连起来的 你知道你受造不是只是单单做人而已 你是按着一个超自然的神的形象 跟样式所造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受造 以至于你是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上 而不是之下 当我讲到这些人 是不受地心引力的限制 是在地心引力之上的 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被触动 里面会感觉到同样的一个感受 虽然你的大脑不一定可以明白 但是你的心是明白的 所以我们里面心中的那个形象 借着比喻的故事当中的图像 其实可以做这个串联的动作 Olga她里面有一个对母亲 跟父亲的一个形象 跳出来了 当我们讲到这个故事的 这个部分的时候 她突然明白这个故事 到底在讲的是什么 她就是在一个父亲 是非常刚硬 愤怒的 暴怒的父亲 跟一个非常胆怯 忧虑的母亲的 这样的原生家庭里面长大 可是她父母亲自己生命当中的增长 跟她是谁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当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 她突然明白一件事 但是一开始是由 这个忧伤是在对于她父母亲的一个忧伤 所以我们在回到海法 这个时候Olga在哭了 她停不下来 所以她就离开了舞台 讲台 她所有的朋友们都仍然盯着我看 我也盯着他们看 我看着Olga就跑到厨房里面哭 我们都听得见她的哭声 那我就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 感觉后来她越来越多的可以停下来感觉越来越好 但是如果当你的翻译跑去旁边哭 然后你站在前面很尴尬 那个时间就感觉好久 而且你当时不知道她会不会回来 他们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回来 然后最后呢她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从厨房里面出来 可是当她回来的时候 你从她的眼神就知道这个不一样了 当她在忧伤她的父母亲 忧伤完之后呢 然后那个故事后来讲到的 这个空中飞人后来带回到她原生 原本的生父生母的家里面的时候 她其实可能在听起来 好像在讲的就是一个故事 可是她讲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在她一边讲的过程当中 她就越来越感受到这个真实在她的里面 其实最后那整个接下来聚会 整个聚会其实是她在释放那个恩膏 其实我只是告诉她那个故事 然后她就在翻译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 在她朋友面前直接声明转变 那为什么耶稣第二个理由 为什么耶稣喜欢用比喻来讲 因为这个比喻 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些图像 可以抓住你内心深处 你也有的那一个形象 然后呢连接起来 耶稣 church is unwilling for his students to get the right information but the wrong experience 耶稣 约束宁可要你 没有得到正确的资讯 也不要你有一个错误的经历 He is so committed to reaching the inner parts of their soul that he'll confuse their mind to get them there 他宁可 祂甚至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为了要得着你的灵 得着你的魂 他甚至愿意冒犯你的思想 让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他的门徒们来问他这个问题 耶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讲比喻啊 那我给的答案是 他教导 他用比喻教导 以至于你不会听懂他要讲的 那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吗 他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要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因为要不然的话 他们会心里明白 就会回转过来 他说我要你得着的 不是这里的知识 我要进到你的心里面 把你的那个心里面的 你认为真理的图像 重新的盯正过 改变过 以至于你的心被得着 你的生命就反转了 因为耶稣知道 可以叫我们生命得着 自由的真理 不是正确的知识 进到我们的头脑里面 而能够使我们真正改变的 是当我们里面的这个图像 跟神的真理是对齐的 我要告诉你第三个 为什么耶稣喜欢用比喻来讲的原因 我也觉得这个原因 是最令人兴奋的原因 耶稣知道一些关于我们大脑 是在接下来几秒 几分钟你也会明白的 那要让你更清楚 可以明白 我要讲到你的出生 你记得你的出生吗 你妈妈记得 你不用记得 没关系 当你出生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开始进入到 一个学习的模式 它还没有问你 可不可以开始学习 它直接就开始学习了 你要知道 当我们的眼睛张开的那一刹那 我们的大脑就开始在运作了 那个婴儿从他的眼睛鼻子 嘴巴 还有耳朵 所有的感官 他就开始接触资讯 然后接收资讯 那个婴孩呢 他在接收的资讯的速度是在 你可以想象 每一秒钟有九百万拜 对一个小婴孩来讲 他在接收这么多的 这么大量的资讯 所有这些感官所接触到的资讯 你可以想象 是把九百万拜的 这样的一个资讯进来 这是为什么他们睡得那么爱睡觉 因为他们不只是在接收这么多的资讯 因为他们不只是接收这么多的资讯 他们的大脑也只有一半在接收这些资讯 在处理这些资讯 因为在孩子 他们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其实是他的幼脑开始先形成 那这个孩子从他零岁到他的一岁 到一岁半身到两岁之前 他所接受 他的大脑在做的东西 不是在吸收 不是在整理这些资讯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你有孙子孙女的 举手一下 很可爱对不对 我们当中如果没有孙子孙女的 有自己有孩子的 请举手一下 你孩子们也很可爱对不对 可是你很累 你很累 但是阿公阿干不累 所以我们做祖父母的 我们对孙子们的那种荣美 跟你们做父母亲的认知不一样 当他们一开始出生的时候 你抱着他们 你就很期待他们的眼睛打开的那一刹那 他们可能前面一开始六个小时才张开个五分钟 然后所有的成人就周围的这些大人就疯掉了 眼睛开一下 一边看这边 一边这边 感觉有点脱汤 然后呢 他们就在看不同的地方 然后就看着阿公的脸一下 然后阿公的心就融化了 然后阿公就很确认 确认就是这个孙子认得他 但是他只是把啾啪汤而已 他的眼睛就在看任何他想看的地方 但是他会很衷心的每六个小时开一次 而就在他每次张开眼睛 他如果他的眼睛接受到这些资讯的时候 他的右脑正在形成 右脑形成的时候 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正在发生 那个孩子的学习跟你我认知的学习很不一样 那个孩子的学习关于学习 他的学习关于学习跟你我对学习的认知很不一样 那你要知道大脑的形成是要带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了 他要学习的是什么 是一个依附关系 连结 当他眼睛打开的时候看到爸爸 或者是看到妈妈 或者是阿公 或者是阿嬷 你可以想象整个的大脑 整个的右脑 其实在建构的是 其实是那个关系网的连结 他不知道你的名字 他也没有办法分辨男性女性 他唯一可以感受到的就是 他跟照顾他的人的那个关系的连结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 我特别准备了一个照片 照片可不可以播出来 看到了吗 好 我们就把这个照片放在上面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我的孙子 他是我第三个孙子 他们搬到另外一个美国的一州 所以当他还住在德州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子的玩 我尝试跟他讲故事 可是他好像不太懂 我尝试跟他讲 我有跟他讲这个不同反响的思维 可是他好像不太专心 我也跟他讲很深奥的一个神学观念 他好像不太有兴趣 可是当我们这样玩的时候呢 他就会笑耶 笑得好开心哦 就笑得很开心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可以跟他一起笑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就躺在地板上 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我们就这样在里面笑 在他的大脑里面发生的一些事 在我的大脑里面同时也在发生 在他的大脑里面开始形成的就是 这个人到底是谁 那我跟他在关系里面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跟他的妈妈也是这样的一个互动 跟他爸爸也是这样的一个互动 跟Polly阿嬷也是这样的一个互动 他就开始学习怎么样跟不同这些的 在他世界里面的这些的人连接 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知道你们也会这样做 我们成人通常的想法会不太一样 我们总是努力让他先讲出我们的名字 对不对 我每次跟他讲说讲阿公 讲阿公阿公 然后妈妈在他旁边的时候就跟他说妈妈妈妈妈 然后他又在泼汤中 然后就是在那边看来看去看来看去 不管当他的眼睛注视到那个正确的方向的时候 不管是阿公阿妈妈妈妈爸爸 这个孩子一个婴孩 他的大脑在学习的东西呢 是关于连接安全感 然后那种让他给他有这种连接的感觉 可是就在他一岁半 大概十八个月到他两岁的时候 有一些奇特的事就开始发生在他的大脑里面 所有的成人就说叫阿公叫阿公 爸爸爸爸爸爸 妈妈妈妈妈妈妈 然后我们有一次在家里面的时候呢 Rice就说妈 他只有这样讲 然后妈妈就疯了 疯了 你听到他叫我了吗 他说妈妈 他说我先讲妈妈 然后他就开始妈妈妈 你懂吗 你懂吗 还是在 他的大脑突然明白 就是当我讲这个妈的时候呢 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然后他下次讲妈的时候呢 这个妈又疯了 然后他又再讲妈一次的时候 妈妈又开始跟他互动了 那很快的他知道这个游戏规则了 然后他的左脑就开始运作 开始成长 那之前一年当中的这种衣服的关系 慢慢就发展成为另外一个就是 他开始做一些的组织 一些的理解 现在呢 这个跟妈妈的一个感觉跟互动呢 可以用一个音来表达 就是妈 当他越多喊这个音 他就越多有这个关系的连结 然后呢 他的左脑就会告诉他说 你要特别记得 多喊妈人生就美好 然后有一天呢 他说阿公 那我也疯了 我们大家都疯了 然后呢 他的左脑就 我们就可以想象 他的左脑一定告诉他说 讲阿公全家发疯 所以一年半当中的这个衣服关系 慢慢的就是有一些的标签 就塑造出来 就一些标签就贴出来了 然后那些标签呢 他就开始 他就开始分析那些标签 怎么样的使用 然后左脑就开始来整理 来归纳右脑过去这一年半 所经历的这些的经验 然后就有 这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就是右脑不断地在贯充 左脑他所需要的这些资讯 然后呢 左脑就在不断地整理 在这个资讯当中 这些所接收到的资讯 然后呢 这个对妈妈的一个 一个互动的一个经验 也透过了这一个 妈妈的这个词呢 做更深的连结 然后呢 他所经历到爸爸 给他的这种保护跟安全感 是跟这个爸爸 这个词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跟全世界最好玩 最好笑 最有趣的人的互动 是连结于这个词 阿公 所以当他的左脑 就不断地在这样的 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当这些的字 或者是这些的标签连结 可以连到他的经验的时候呢 那个东西就感觉越丰富 有多人知道 这个完美的一个连结 就是左脑 右脑 并用的这个连结 到一个阶段 就不会继续下去了 一开始是讲到妈妈 妈妈就会疯掉的 这个状态呢 然后到一个阶段 当他每一次 喊妈妈的时候 妈妈就真的疯了 我不要再吵 我在忙啊 突然这个妈妈的这个标签 有一点改变他的含义了 然后这个右脑跟左脑 就尝试要去厘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们再把一些自由的神学观念 放到这个故事里面 那右脑过去是连结于 那个爱的源头 或者是生命的源头啊 那左脑就开始在整理 这一切的所有的知识 你可不可以想象 这就好像在伊甸园的两棵树啊 在伊甸园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 如果你连结于这个生命树 生命树就会把神的生命资源 源源不绝地浇灌下来 然后呢有另外一棵树叫做生命 分别善恶树 就是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对的 什么东西是错的 然后让你怎么样去做对的事 而你知道的事应该是连结于生命的 那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是这个连结所带出来的力量 后来就没有像是你对知识的 这个力量来得强 就好像你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人生的 从零岁到两岁的 知道事情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从零岁到二岁 知道事情方式是透过这个 透过关系 透过连结 然后呢慢慢开始变成 到底是什么是对的事 什么是错的事 你要知道 如果再加上一定的罪疚感 跟羞耻感在当中 那个刚才看到这个甜蜜的互动 很容易就变成 分别善恶树的对与错里面 当我们从关系连结里面 进入到所谓的知识里面的时候 那过去可能对我们来讲说 带着的是一个很充满关系 连结含义的词 现在不过就是一个词而已 我们当中多少人还记得 你刚刚信主时候 你跟神的那个关系啊 当你刚刚开始在跟神 这个蜜月期的时候 一切都非常新鲜美好 对不对 祷告好新鲜啊 读圣经好新鲜啊 你也不知道这个牧者 接下来要讲什么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可是回到一个阶段是 我们好像知道够了 我们就把字句 跟那个真实的连结 开始做隔离的动作 我们把那些的标签 跟这些的连结 也开始做分割的动作 以至于我们开始对神的认识 不再是透过连结 而是透过更多的知识 所以我们就坐在一个教师的脚前 期待祂给我们更多的资讯 更多的知识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然后呢 可是耶稣却这样说 有一天 有一个人出去外面撒种 有的种子是撒在硬地上面 有的是落在路旁 有的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 有的是落在荆棘里面 也有落在好土里就结实 有100倍 60倍 有30倍的 你的左脑在听的时候就说 你到底在讲什么啊 那个左脑运行 主要左脑运行的门徒们 就跟耶稣说 耶稣你干嘛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讲啊 耶稣说我这样的讲法是因为 是要你们不会学到我在对你们说的 他说我这样做是要印证 以赛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如果我们可以连接于在之后两章 耶稣所做的教导 他说神国的奥秘啊 是给予孩子 是在明智慧 是向智慧人隐藏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耶稣拒绝对于成人的大脑 讲真讲 因为他整个目的是要教导 那个孩子怎么样重新 跟他的父亲连接 如果我们的教导 是只是给予弟兄姐妹知识 而不是带给他们一个关系的连接 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师 教导我们的内容都是要答案 以及我们每次做答案都会答对 耶稣会说我不会给予你 你觉得你所需要的答案 我甚至想要让你的左脑 感觉有很深的沮丧感 以至于你的右脑 可以被启动起来 然后会说 这是关乎一位父亲 在追求跟他孩子的连接关系 也许他们可以躺下来 一起在那边欢笑 然后看着彼此的眼睛 重新找回那个连接的奥秘 耶稣你为什么要用 为什么要用比喻来教呢 因为天国的奥秘是关乎 因为父亲跟他的孩子们 不是关乎知识跟资讯 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 虽然好像我们的头脑 很想要有更多的知识 可是其实我们在隐藏的是 那个真正很需要连接的心 耶稣做了一个选择 宁可要困惑人的思想 也要得着他们的心的连接 我们的大脑它会分析 会整理资讯 不管你是不是有意识 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会到一个第一步是 我们每一次出现 参加这种特会研习会的时候 我们都预备好写的秘密 妈妈的笔记 对不对 把所有老师讲的 牧师讲的 每一句话都写下来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子 在以色列我去到的会堂 他们要走的那个 走的阶梯 他们其实不是 所谓都是一样的高度 或者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阶梯 每一层都是一样的高度 一样的大小 那意思是说 如果我常常走这个阶梯 我眼睛闭起来 我大概都可以走 完全不用去想 我完全不用注意 我在走的路 因为我知道怎么样走到那边 你知道犹太人 他们相信一个东西 关于要来到神的同在里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 怎么到他的面前的话 我们可能会 我们会轻忽怎么样进去 或者是我们把它当作理所当然 不只是当作理所当然 而我们是根据 我们对他的认识 来到他面前 而不是根据 我是谁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他们有一些的阶梯 会比较高一点 有一些比较长一点 你不能够只是用你的潜意识 就走这个阶梯上去 去朝见神 你要想每走的每一步 即便是走到会堂 走到圣殿 神也不要你用左脑 知道的方式来朝见他 他要用你连结的关系来朝见他 或者我们用这另外一个方式来思想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记得玛纳 但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神用玛纳供应他们作为食物 对不对 所以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 已经没食物吃了 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的食物 所以他们有一天早上起来 他们就看到一些东西在地上 你要知道玛纳 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吗 玛纳的意思是这是什么 他们在问的是这是什么 这是下回 所以这个问题 这是什么 就变成他们的 这个食物的名字 你知道为什么神给他们玛纳吗 那你的左脑一定会告诉你 神给他们玛纳 是因为人肚子饿了需要食物 那你如果问神的话 神会说 我在旷野里面供应他们玛纳 要看他们是否顺从我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神怎么样解释关于玛纳的原则 我对这个非常有好奇心 他说你每一天只要去拿 当天可以用的量的玛纳就好了 那你不要拿两天的份 因为你第二天的量 它会坏掉 你就第二天没东西吃了 那如果在安息日前呢 你可以拿两天的份 以及在安息日那一天 你就不需要做工 所以你要想象一下 那一周六日 玛纳都是他们每一天吃的食物 那可是在第六天的时候呢 他们拿的食物是供应他们48小时 所以六天都是拿24小时的量 然后呢 有一天是拿48小时的量 你大概懂我的意思 对不对 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个了 玛纳不是一个实质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食物 只要它还是在一个问题的模式当中 它永远都是食物 你要知道 当他们有认为 他们得到他们所认为的答案的时候 它就不再有养分可以来滋润他们 这是什么 我们可以吃它 这是食物 你拿很多 这不是食物了 耶稣在神在那边告诉他们的是 那个问题本身 其实可以带给你的养分 远胜过你认为 可以从答案找到的养分 因为问问题 其实就进入到一个 关系的一个互动里面 因为当问题已经结束了 你解完解决了 或者是你拿到答案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在交谈里面了 左脑永远要答案 但是右脑是渴望 那个永远不停止的交谈 左脑想要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 你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 以至于我考试的时候 可以给正确答案 那右脑要的是 那个永远不会止尽的水 因为右脑讲到的是 关于衣服关系 连结关系 左脑是讲到的知识 我们不是在那边说 我们不要知识 我们在讲的是 知识必须要连结于生命 生命是主要的 知识是附属的 耶稣为什么会用比喻来教导 因为他期待的是 我们如同孩童般的回应 而不是像那些有智慧的人 然后最后我要讲到一个 关于故事的故事是什么呢 又回到那个空中飞人的故事里了 五六年前呢 我们在香港 我们也是聚集了一群 他们想要学习 关于自由的 自由事工的一些的人 所以在那个礼拜中间呢 我们就感觉 神要我们分享 这个空中飞人的故事 我又是透过一个翻译 在分享这个故事 我本来可以讲他的名字 但是我想还是 为他保留一些隐私 我们假设吧 他的名字叫做Steve好了 我就在讲这个空中飞人的故事 你也知道翻译 是怎么样进行的 我讲一些东西 Steve也讲一些东西 我再讲另外一句话 Steve又讲另外一句话 当这个故事继续在发展 Steve就很认真的在翻译 先给大家一些的预告 就是当训光牧师之后 会把故事讲完 我先给你一个预告 然后来这个失落的孩子呢 在17岁的时候 被找着了 他找着了他的生母 生父生母 他跟他的生父生母的家 又重新的连接上了 可是过去17年 他是跟他的肉身的父母亲 是分离的 就算他们认出彼此之后 他不是刹那间就变成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所谓的空中飞人 因为这17年 他都是在农地里面耕种的 他知道怎么样在地上里面 来做地上的事 当他回到他的原生 他的这个肉身的父母亲的家里面的时候 其实他做空中飞人 做得还蛮糟糕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 当我们要争自己 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挣扎 还是这只是故事当中的一个部分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会变着一个不像我们自己的人 然后那个成圣的过程 也可以说是找回我们原始 神创造的我们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过程当中 经历到很多的拦阻 然后要胜过这些拦阻 以至于我们最终可以成为神 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人 所以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 我讲一段 Steve讲一段 我再讲另外一段 Steve又翻另外一段 可是当下有一个时刻 那个年轻的空中飞人 感觉到自己很深的一个挫败 在做空中飞人这件事上 因为他的平衡感还不够好 他抓那个要荡的那个东西 还是抓不稳 他就觉得他的父亲 一定对他很失望 在他那个恐惧的里面 觉得我的亲生的父亲 一定对我非常地失望 然后他有一天就真的 面对面看着他的父亲 然后就像我跟我的孙子 面对面一样 他跟爸爸面对面的时候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互动 跟交谈 然后他的父亲说 儿子我永远不需要你为我有什么样的表现 然后Steve就翻这一段 然后他的父亲说 我们本来以为你死了 你已经没了 可是现在你回到家里了 我们唯一要的就是你跟我们在一起 如果你永远没有办法 好好地当这个空中飞人要做的事情 我们的心还是完整的 因为你已经跟我们团圆了 然后Steve就翻译给他在香港的朋友们 然后我要去预备讲下一段的时候 然后就在后面 就在我们的那个聚会的地方的后端 有人这样说 然后就有这样的错气的声音 然后我就停下来 然后就在前面又有听到同样的声音 然后在右手边那边 我又听到那个声音 然后有一个女士 她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 这样在她的位置上面 这样一直摇 一直摇 然后就像在哭泣 然后突然就在会场当中 这些人就像是两岁的孩子 在那边哭泣 在当下就有很多 在会场当中正在发生的事 是远超过我们话语字句 所可以带出来的一个影响 我就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教了 翻译也站在那边 因为我没有在讲话了 你就可以感觉到圣灵 一波一波的运行 就在会场当中 几乎每一个人都开始在那边流泪 在那边哭泣 然后我就往后退一步 其实已经不在我的掌握之下了 然后呢 这个聚会的领袖呢 主办的领袖 他就来到台前 就拿了麦克风 他就告诉我们的团队 就是在灵里面来祷告 他就一直祷告一句话 用中文讲一句话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可是我可以感觉到一些东西 他就不断地重复那一句话 一段不断不断地重复 然后我们就走到这些人的旁边 按手在他们的身上 然后我们在灵里面为他们祷告 我没有这样过去 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过 在这样一个聚会中 他们不是只是哭啊 他们像是一个孩子般的哭 然后他们拿着麦克风的那个领袖 就不断地重复那一句话 然后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他们这样的哭流泪流鼻涕弄了三十分钟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聚集起来的时候 后来我们就把大家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其实是非常严肃的 那我的团队就跟那个 那一个他们的领袖坐下来 他们就在交谈 他说我的这些的弟兄姐妹 他们对父亲的认识 不像你在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一样 他们想象的父亲就像是一个独裁者 然后给予发号施令 然后他们必须要去完成 他们想象的父亲总是会有发号施令 然后要有吩咐 要有使命要完成 那你讲到的这个父亲 光是他们回家 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说我唯一能够解释的方式 就是这个领养的 饲养的因 饲养的因 四子的灵 进到我们中间 然后把每一个这些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清楚知道 他们是父神所领养所爱的 神自己超越了我们的理解 然后呢 他到每一个他孩子的面前 看着他们的眼睛 对他们说 我爱你 然后我说你刚才祷告的时候 一直在重复的那是什么字 我一直讲的是 回家 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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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讲道吗 因为他很想念他的家人 可是我们来到他面前 想要知道 想要理解事情的方式 他其实他要跟我们说的是 欢迎回家 我们想要所有正确的答案 他只是要单纯地跟我们说 欢迎回家 所以为什么耶稣用比喻来教导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式 不会达到他为我们预备的 那个最终极的目标 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他要欢迎他的孩子们回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真的想要学 但是如果我们学习的图像 跟你的学习图像不一样的话 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对学习的认识 如果我们寻找答案的方法 拦阻我们就要贴近你的心 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对答案的渴望 如果我们的大脑想要来整理 来归纳这些所有的资讯远超过 你想要跟我们在地上一起喜笑 一起玩耍 让我们把那个整理归纳放下吧 主愿超过这一切的 帮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 好吗 当你的儿女们回家的时候 你的心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在乎我们的表现 我们的行为 你要告诉我们的是 欢迎回家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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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父神在你给我们的这两天当中 就在这个旅程当中 你可以与我们相遇吗 然后欢迎我们每一个人回家 放着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可以在这三分钟的里面 我们再一次说主 不要只是让我听见 真的把我的心带回家 你用暗点牵引我的脚步 你爱如何流 沉透了我的心 你光照亮哭哭 是荒原变了远 你的爱呼唤我 我追随你的声音 如果你想要的话 也可以轻轻地跟着祷告 跟着唱 说主 把我的心带回家 赞美我的力量高举 赞美我的力量高举 你用暗点牵引我的脚步 你用暗点牵引我的脚步 你爱如何流 渗透了我的心 你光照亮枯骨 是荒原变了远 你的爱呼唤我 我追随你的身影 就按延续我的尽头 献上我却所有养生 赞美我的力量高举双手 全息显向我的散战 我的盼望未有 是一个我们回家的开始 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天都要回家 我们每一天都要让我们的心 与生连结 唯有你是我的力量 你将天堂降下 为我带上荣耀 你此爱的江河 满过我全身 你将天堂降下 为我带上荣耀 你此爱的江河 满过我全身 在我们今天晚上聚会结束以前 有一些事情要来跟大家报告 然后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自由事工 其实我们也有在Azria for Jesus里面 做成一个装备的课程 就是刚刚我们的不同反响的自由是人生 是我们有一个装备课程 Azria for Jesus也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装备课程 那是要传递天国文化的精神 那也有透过有敬拜的课程 然后有家庭的课程 有财务新盛的课程 有婚姻的课程 那邀请大家如果有需要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外面的摊位来看 我们有不同的课程 也欢迎可以邀请Azria for Jesus 到我们的教会 各个教会来帮忙开课 那明天下午呢 我们下午5点45分 会有爸爸牧师的签书会 所以请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明天下午休息的时候 傍晚休息的时候可以带着他的著作 我们在B2的大厅有一个签书会 所以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明天早上的入场时间是9点半 我们9点钟开始排队 那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会到这个地方 请帮助我们 记得带走你身边的东西 如果有垃圾的话 也可以帮助我们带离这个地方 会帮助我们的招待同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